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香港青年频道,我是大眼,我是Danny 最近有美国媒体的调查就指出,这个社交网站Facebook啊,它有用户的资料外泄 其中光是我们香港,就有293万的人口,而且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19年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谭德志在狱中嘲笑杨岳桥,究竟他在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呢 然后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订阅我们香港青年的频道 还有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我们香港青年的声音 最近这个美国啊,它有媒体就报道出来 这个社交媒体Facebook啊,它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它的用户资料被外写了 然后现在的调查就是说出它那个数字 外写的个人资料啊,那个数字竟然达到5.331啊 而且这个调查就发现啊,这些资料是在一个黑客的网站上面曝光的 而且当中些子的资料就包括你的姓名啊,你的出生日期呢 还有你的电邮地址啊,最重要的就是你那个位置啊 大家有用过Facebook都体验过了 你开了那个Facebook的APP,它有一个定位的嘛 就是你去过哪里,Facebook也知道 而且有很多人就喜欢呢,在Facebook上面打卡 就是你去过什么地方吃东西啊 一个漂亮的餐厅啊,你就打打卡这样子啊 然后Facebook就知道你去过那里了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啊,我们如果手机里面有安装Facebook的APP 有时候我们弊平呢,Facebook也听到我们说什么的 就好像我跟Danny啊,现在在讨论 哎,因为我们要去哪里吃东西 吃这个自助餐好不好啊,这样子啊 然后当你一会打开那个Facebook 他就会弄出一些广告 就跟你刚才说的东西有关系的 因为他Facebook啊,那个远见啊 可以在背后里操作 然后他能打听你的喜好啊 打听你说过的东西啊 然后我们看这个报道,我们就觉得很惊讶 现在被外写的资料涉及了香港人口啊 竟然达到293万 这个数字啊,是超过了我们香港人口的三分之一啊 那就是说我们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在被美国监视了 没错啊,而且我翻查了2019年的Facebook人口的分布 在那一年13岁到19岁的用户就有32万 20岁到29岁的用户就达到150万 然后人口分布最多的就是30到39岁 达到160万 然后40到49岁的人口啊 也有94万 50到59岁的人口就有56万 然后我把这个人口分布的数字算一算啊 这个293万的人口 大概应该是在那个30到59岁之间 因为30到59岁之间的人口啊 加起来达到310万 就跟这次啊他Facebook外洩的人口资料的数字只差个17万 之前我们也有听说啊 美国政府的情报机关好像给了压力Facebook 要他交出一些人口的资料啊 那为什么要拿我们香港这三分之一的人口资料呢 表面上这些资料拿了以后啊 可以做一个统计 然后就用入那个市场推广那里的 但是我们在黑暗面上去看的话 拿了这个连宁城的资料啊 也可以用于诈骗 因为这个连宁城的人啊 那个经济能力比较好 还有拿了你这个资料啊 也可以做一些网上的勒索 比方说之前有人啊 他的Facebook户口就被人家盗用了 然后那个黑客就找他拿钱来换 其实这些诈骗啊 勒索的事件都不是这两年才有的了 我们香港很多人用Facebook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了 那为什么2019年那个资料外写会那么多呢 这里就不难理解到啊 跟我们2019年我们香港的搞事事件有关啊 毕竟我们的那个搞事事件啊 都有很多外国的势力去控制嘛 然后在这个事件里面啊 大家都看到 其实有很多警察 有很多挺警察的人士啊 他的Facebook户口啊 也被人家找了出来 然后那些照片啊 都被人家找出来了 然后去攻击他的家人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资料外写啊 是跟那些外国势力 帮那些皇师去助攻 然后帮那些皇师去起底啊 起底这个词啊 一般来说 就是把人家的隐私资料曝光 所以我们的Facebook啊 已经很久没有玩了 因为不安全嘛 其实美国这个行为啊 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美国的策略就是要搞乱我们香港嘛 而且他们经常说我们中国什么去监视人啊 其实他们才是经常去监视人的那个人来的 说我们的华为盗取他们资料完全没有证据 但是他盗取我们的资料就证据确凿了 而且这个事件又不是我们中国说的 是他们自己美国的媒体报道出来的 所以大家在安装这个美国的社交媒体的APP的时候啊 真的要考虑清楚啊 就算如果要安装的话 你也不要把那个手机的权限全都给他 包括里面的定位啊 那个使用麦克风 使用你手机里面的图片啊 使用你的相机啊 这些都最好不要授权给他了 然后谭德智啊在狱中嘲笑杨岳桥 他嘲笑他什么呢 说他贴信封的手脚慢 这应该是算是狗咬狗鼓吧 谭德智啊自己说在狱中打工非常成功 做了一个礼拜工资就翻了一倍啊 已经达到那个顶心点了 还说工资比律师和飞机师还要高 哇那么厉害啊 这个律师和飞机师呢 其实就是影射那个人生非常精彩的杨岳桥和那个谭文豪 这个杨岳桥应该很厉害的贴信封 因为他要经常发那个律师信啊 怎么谭德智会比他厉害呢 这个谭德智啊 在狱中贴信封的手脚很快 已经获得赞赏了 看来他的确算是一个有为青年啊 我们祝他以后在狱中有很好的发展 然后做满20年呢 可以拿那个长期服务长啊 那好的加油 在狱中好好干 那好啊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 请大家订阅我们香港青年的频道 赞好留言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大家知道我们香港青年的声音 拜拜